这个范例主要就是了解 怎么样做常数 在VP里面有常数 那常数部分呢 在这个环境里面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宣告一个π 这个π我们就用d π等于多少 给它一个预设值 那怎么样宣告成为一个常数 特别注意 你在前面加上一个什么呢 final就可以了 final 做修饰 修饰它 这个就是常数 也就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final之后呢就不能改变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宣告两个 一个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指的是半径 这个变数呢 指的是什么呢 面积 面积 那我们的半径给它5.0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计算面积就知道了 π乘上半径的平方 半径乘半径有没有 就是它的面积 那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呢 把它输出 输出system也是printlite 面积等于多少呢 area is什么呢 就是这个值给它 然后把结果输出 另外的话呢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什么呢 多了一个所谓的乱数产生器 那乱数产生器呢 我们最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会 如果说我今天 要产生 一个乱数 这个乱数是多少呢 我希望呢 是 这个乘以10 我记得是 应该是从1到 0 0到10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今天 我要产生一个 0到9的乱数呢 后面记得就是 乘上什么呢 利用这个mass 点 random 那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想说 那mass怎么产生的 system又是怎么产生的 实际上呢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所谓的套件 system哦 它隶属于哪个套件呢 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没关系 游标停在上面 它就会跳出 告诉我们 这边有答案了 java底下 有一个什么呢 lang lang就是一个套件 套件底下呢 就有 有一个 一个class 就是system 就是套件底下 会有一个class 这个就是内建的哦 然后因为这个lex呢 是本来就已经内建了 而且呢 已经预设就已经 存在了 所以不需要做imput的动作 imput 贿入的动作 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了 另外mass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 有没有 它会告诉我们 是属于java 底下的lang 还有一个mass 那透过这个mass 底下有个方法 点后面就是方法 方法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产生乱数的 这个random 那我们就可以 让它产生一个乱数之后 传给前面的这个值 这个值 不过呢 这个值哦 它会是小数点 那小数点 我们就直接呢 最后 再把它print出去 不过这两个应该是分开的 一个是面积 一个是乱数产生器 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地方 乘出来的话呢 就是78.5 是它的面积 那它的乱数产生之后的结果 因为我们是要 0到9 产生一个乱数 那乱数记得是有小数点的 我们就取到 这个小数点的值 并且传给什么呢 ran 这个 并且把它输出 这部分的话呢 你们试试看 了解这个 里面 内建套件的使用方式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